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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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跟大家說通脹就來了 要加息你就說 嘿 別說這些 是啊 怎麼會啊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零利率、負利率的 怎麼會有通脹啊 好了 其實從今年的第一季開始之後 就是超過半年 你看到美國的CPI和PPI 就是生產物價指數 和它的消費物價指數 先是生產物價指數上升 因為原材料 那些運輸成本 因為疫情亦都導致貿易有些阻礙 那原材料的成本是加了很多的 好了 慢慢就傳導了去CPI 直到大家看到最近美國出的CPI 其實全部都是6.2% 在10月11月有6.8% 那PPI還誇張 那你9.6%差不多是雙位數 就是雙位數 好 如果大家都說 不要緊的 其實這些是短暫 或者這個結構性問題 疫情完了就沒事了 我們就回到原先的模式 就是Pattern那裡 都是會低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裡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其實就太過簡單地 只是看一些衝進數字 不就好像股市一樣 升完又跌 跌完又升 就覺得沒事了 不過我想如果你將整個全球的格局 立體化這樣看 除了在經濟上面 我們有這些疫情影響了一些 叫做運輸成本 那個物流 或者真的有一些商品 它的供應量真的因為短缺 也都其實大家不要忘記了 在過去這兩三年 就是中國這個世界工廠 其實慢慢 很多人就覺得 有些高科技 敏感度高產品 如果技術那裡被他們拿了 那我們就可能就會損失了那個競爭力 就將一些生產的基地 就陸續搬離中國 就去了東南亞、越南 或者回到本土 美國、歐洲的地方 那這件事其實 都會令到 就是整個供應鏈 其實就出現了問題 再緊張一點 也都會再加上近期 有些什麼制裁、禁運的那些 你會知道 其實接下來那個世界 跟以前那個叫做全球化 是不一樣的 現在說的是decapitalization 去全球化 不要了 我也是自己照顧自己的東西 那這件事會令到 那個通脹或者那個成本是會上升 而這件事是不能夠說 因為那個經濟 疫情之後復甦了 那大家就當 我們回到以前的模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想大家要計算一計算 怎樣計算呢 如果你說很多時候 現在大家都最簡單了 大家很害怕美股 很高 是啊 很貴 參大指數歷史高位 十幾年大陸市 什麼時候下跌 很害怕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回現在美國的情況 其實美國是負利率的 是啊 它的通脹 實質負利率 以年利率計 可能是在說4% 現在去到這一刻為止 但是它的利率是多少 你說是聯邦經驗利率是0到0.25 市場利率基本上是1% 那你1-4%就是-3% 那就是說實質的利率 剛才你說的 Real interest rate是負的 那如果負負負責 你害怕什麼呢 那你就要買股票 你就要買股票 它繼續會升的 但Elon 你所說的一樣東西 我會回覆一下 其實你的意思就是 通脹並不是好像 圖面所見的一些大行的預測 純粹是單細胞地想 這個疫情 可能舒緩之後 各地的通脹就會見到回落 所以現在大部份很多人估計 明年的第一季有機會 全球通脹是頂了就會回落 但是你覺得是一個結構性通脹 所以我們的投資主題的想法 是需要從這個方向繼續 是的 沒錯 大家不要輕視通脹 而如果你輕視通脹 好自然你就會覺得聯儲的加息幅度 是會很溫和很慢 當然聯儲現在告訴大家 是 我都會做的了 現在是加速一點 每月減債的那個 由現在的150億到明年的1月到3月 就變成每個月減300億 你覺得很少 因為現在買的一個月是1,200億 減到現在是1,050億 所以3月就完畢了 3月完畢了 那加息的話 那不是好像上次這樣 2015到2017 每年加四次 加的每年都是1% 會不會真的這麼慢呢 那你這樣繼續 兩年吧 給它兩年吧 好啦 那如果兩年 如果聽賬我 假設它不回落 都是現在4 是 那你加到兩年 2-4都是負二 其實如果是這樣 股市都是不會 八年 有錢 那真的是 可惡聲音訊 就是 不是 好 有趣 是 是